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甜字歌中文学院 天天听故事 快乐学汉语又开讲了 深受大家喜欢的小小故事又来了 今天的故事的题目是 你的耳朵去哪了 Where are your ears? 好的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故事 新上任的县长要挂文账 他对隋冲说 你给我去买两根竹竿来 隋冲把竹竿听成了猪竿 连忙答应着跑到了肉店 对店主说 新来的县长要买两个猪竿 你是明白人 心里有数吧 So this story is about the harmony of 竹竿 the bamboo pool and another name 竹竿 the pig liver Let's find out what is the humor of this story 好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这段的意思 新上任的县长 就是这个县长呀 他刚刚上任 刚刚took office 那么县长呢 就是这一个县的一县之长 就是county magistrate 他要挂文账 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嗯 估计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潮湿 比较热的 所以需要呢 挂上文账 文就是mosquito 账 一个mosquito mat 这样的话 他睡觉休息的时候 就不会被蚊子叮咬了 那他对随从说 嘿 你给我去买两根竹竿来 所以县长呢 让随从去买竹竿 是想来知挂这个文账 但是随从却把竹竿 注意哦 竹 二声 把竹竿听成了猪竿 这是一声 如果你看汉字的话 你是绝对不会搞错的 你看这是竹 bamboo 这个竿呢 也是个 bamboo 这样的一个radical 竹竿的 bamboo pole 那么汉字猪竿 这是动物猪 liver 但是如果你只是听拼音 你看竹 还有猪 一个是二声 一个是一声 就很容易听错了 所以这里边的笑点 它的幽默的地方 就是这样两个同音 或者发音相似的词 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词 搞出来的一个笑话 所以它的随从就把竹竿 听成了猪竿 所以把什么 听成了什么 就是misunderstood ASB 好的 它的随从呢 就连忙答应 就说好的好的 跑到了肉店 对主人 对主人说 新来的县长 要买两个猪竿 你是明白人 那明白人 就是这个人啊 你什么都明白啊 那明白什么呢 就是明白一些 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啊 一些常用的一些技巧方法 心里有数吧 对这个是数 四声 心里有数 它的意思就是指 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知道 what is the right way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店主 是不是个明白人 他是不是心里有数 店主马上割了两个猪竿 另外奉送了一副猪耳朵 随从心想 县长叫我买的是猪肝 这猪耳朵当然是我的啦 于是便将猪耳朵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the store owner understood everything so he gave the guy to pick liver and also to pick ears for free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段故事 店主马上割了两个猪竿 割就是拿刀切割两个猪竿 另外就是除此之外 就是除了猪竿以外 还奉送了一副猪耳朵 我们都知道送 送就是白送 白给不要钱 免费的 那么这里奉送 就是我给你的时候 不仅是免费 而且对你非常的尊敬 因为你是县长的随从 一副 我们通常说两个的时候 两个东西 一副猪耳朵 就是两个猪耳朵 那么随从心里怎么想呢 他想 哦 店长叫我买的是猪竿 没有买猪耳朵 而这猪耳朵 当然就是我的了 因为县长不知道 店主还给了我猪耳朵 于是便将猪耳朵 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就是说 站为己有 就是当做自己的了 成为自己的东西了 回到县衙 县长见随从买回的是猪竿 生气的道 你的耳朵哪儿去了 随从一听 吓得面如土色 慌忙说道 啊 耳朵在我的口袋里 所以当 您 judgments发出 the county magistrate found the guy brought back the pig liver instead of the bamboo poles he was very angry and shouted Where are your years? literally means where are your years but figuratively it means Did you lost your years? How could you misunderstood my words? So it's an expression of you know anger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意思 回到县衙 衙呢就是衙门 就是government 工作的地方 就是县长工作的地方 县衙 县长见随从买回来的是猪肝 不是竹肝 所以他很常生气呀 所以他就大声地说道 你的耳朵哪儿去了 他是想说 你为什么没有听懂我的话 难道你没有耳朵吗 那么随从一听 哇 自己做错了事情 所以他吓得面如土色 当一个人如果非常的恐惧 吓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面如土色来形容 这个面就是脸 这个面就是脸 face 如就是好像和什么什么一样 土色就是土的颜色 The color of the dirt 比如说有一个人在乡间小道散步 走着走着突然他的脚前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蟒蛇 哇 把他吓得非常的厉害 我们就可以说 哎呀 他吓得面如土色 他非常的恐惧说 慌忙打道 就是慌慌忙忙 又慌张又匆忙的 说啊 耳朵耳朵在我的口袋里 那么县长是生气说 你的耳朵去哪儿了 你的耳朵丢了吗 但是他这个随从的只想的是 他把猪耳朵给悄悄的塞到自己的口袋里了 所以他说的是猪的耳朵在我的口袋里 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好的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能区别出竹竿和猪竿的区别吗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别忘了点赞 转发 订阅 填字格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悠险的故事 学习超级有用的汉语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